莫莉是一个对海洋拥有深厚爱意的孩子 她花了很多时间探索潮汐池,收集海贝,并梦想着海洋深处的生物 她家附近的海湾是她的避风港,是一个充满奇迹和宁静的地方 海龟在其中扮演着海洋生态系统中至关重要的角色 某天,莫莉见证了一幕令人心碎的景象 一只威严的海龟无助地挣扎,被大量的塑胶垃圾缠住 受到震惊和伤感,莫莉意识到塑胶污染对她心爱的海龟朋友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她决心采取行动,她知道她不能再袖手旁观 莫莉的决心在她的心中燃起了一把火 她知道她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她召集她的朋友和同伴 组成了一支充满激情的年轻环保战士队伍 她们自称为塑胶海盗,准备启程拯救海龟朋友和她们的家园 当塑胶海盗聚集在海滩上,她们集思广益,想出创新的方法来解决塑胶污染问题 莫莉建议组织定期的海滩清洁活动,而她的朋友杰克则提出将收集的塑胶变成有用物品的回收运动 通过她们的创意结合,她们决心要有所作为 就在塑胶海盗即将启动她们的活动之时,她们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 一家当地的视频游戏游乐场宣布了一个海滩清洁比赛,并提供诱人的奖品 海盗们意识到这可能会引起更多人对她们事业的关注,但她们也担心这可能会鼓励虚伪的参与 在海滩清洁比赛期间,发生了一些非凡的事情 塑胶海盗们发现,一些游戏爱好者真正有兴趣帮助环境 它们形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联盟,将游戏热情与真诚的环保欲望结合在一起 塑胶海盗的海滩清洁比赛成为一个盛大的活动,引起了整个社区的关注 海滩变成了一个繁忙的活动中心,家庭、游戏爱好者和当地企业联合起来收集塑胶垃圾 茉莉的决心和海盗们的团结激励其他人采取行动 当清洁活动接近尾声时,塑胶海盗揭示了一个壮观的惊喜 他们已经将收集到的塑胶垃圾变成一个巨大的海龟雕塑,象征着他们拯救海洋生命的承诺 这个雕塑作为一个视觉提醒,仅是着减少塑胶污染的必要性 塑胶海盗的努力不仅仅局限于海滩 他们创建了教育性的掩饰,访问学校,甚至主持工作坊 教导他们的同伴有关塑胶污染的危害 他们的信息向野火般传播,引发了许多人对环保的热情 数月后,曾经被塑胶垃圾所困扰的海湾如今成为一个干净且繁荣的生态系统 海龟在清澈的水中自由地游动,海滩干净而诱人 塑胶海盗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的奉献精神将海湾再次变成了一个避风港 在欢迎订阅,海滩的一天 在明天組合上的福岡 三年 一天 海滩 阳